接下來的話,上個禮拜我們主要就是把樂透彩這一題 基本上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把101年跟102年的這個重獎機率先製作出一個名稱 以後的話,透過這個範圍 基本上就等於用這個名稱來代替 因為有兩年,所以可能一定會有兩個名稱 當然這個地方比較容易做錯,可能有同學少選一欄 或者選錯範圍等等,或者是說名稱沒有輸入 那會造成你將來在公式上面的錯誤 那如果說你假設有這個問題發生 那當然你可以再順便學一個部分 因為之前蠻多同學常常發生錯誤 那如果你要修正錯誤的話,很簡單 就是公式裡面有個名稱管理員 那你的名稱基本上都會在這邊出現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做出來的結果 奇怪,怎麼會跟這個老師做的結果不一樣 或者是說最後好像公式有錯誤的話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就是那個名稱管理員的部分 是不是有錯誤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然後裡面的話呢就是會有這個開講101 那底下的範圍對不對,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工作法名稱加一個範圍 理論上應該是D2到J100 OK 那102年應該也是啦 可以看一下應該是102年的D2到J105 那當然如果假設你做錯了,比如說有同學喔 可能選的時候漏選的,比如說他選應該是D2J 他可能只有選到I好了 比如說像這樣,他可能就是選的範圍錯了 那如果你要修改的話其實也蠻簡單的喔 就是直接怎麼樣,把這個範圍 就是直接在這個底下的參照到這個地方 直接修正,修正的話就是選正確的,剛剛那個 這個地方,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把它刪除掉 重新再來過也可以 比如說你要重新選的話 比如說 開講101應該是D2 到J2 Ctrl Shift向下 OK,然後你又把它選完之後 選完之後的話呢 那再把它打個勾 OK,然後就把它修正 就完成我們要的這個結果了 OK,你又要打個勾 他就OK了 那這個是比較常發生的問題 因為定義名稱發生錯誤 那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我們上個禮拜就是用一個count if 加上count 然後把那個中獎機率把它統計出來 那先算出1號 開出來的次數 再除以呢 這個全部的開獎號碼 那總共的話呢 算出來它的機率 那最後呢我們再利用格式的方式 除了格式裡面 本來以分數 100為分母 那但是如果你要變成10000的話 那我講過你可以製定一下 製定然後面補兩個0 那他就會是10000 為分母 OK,那就會有一個 245 也就是這樣的話呢 來看這個機率結果相對會比較好閱讀 一樣的方式 我用那個複製格式 把這個格式複製到102年 然後最後把兩年的 機率加在一起 並且做個 排名 OK OK 那今天的話呢延伸 我希望呢 可以得到一個結果啦 到底前7名是哪 哪前7個號碼 當然呢 不是叫你說直接 用看的 比如說你說 排名第7 有沒有 那他就把12號key到這邊 或者複製到這邊 不是你key12號 那下一個 下一個再往下看 OK 第2名是21 再把它key到這邊來 當然呢 這樣的方式 也不是說不行 可是問題其實 好像沒有那麼聰明 OK 所以呢如果假設你希望 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把那個 前面 排名前7名的部分 可以把它列表在這邊的話 那當然喔 這個地方想來想去 大概目前呢 用VBA應該 是 目前比較好的一個解決方法 可是要怎麼樣可以剛好列一個表 把那個前7名放在這邊來 那當然喔 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主要重點在把它變成VBA 所以呢請各位 第一個呢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先打開 那第二個的話我希望做兩個按鈕 先做兩個 一個是清除 就是把這些清掉 第二個按一下樂透彩 再把剛剛的公式呢 通通再丟到 這個範圍之內 OK 然後最後一個排名 有做合計喔 就是我一樣把這個範圍 定義成一個名稱叫合計啦 因為這樣子 將來在輸入公司會比較 簡單一點 OK 然後呢 做法當然第一個一樣先把那個 開發人員打開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自訂功能區這個打開 OK 第二個的話呢直接在開發人員裡面呢 我們要寫兩個 因為兩個按鈕基本上就是兩個 兩個sub 那一個sub的話呢是一個樂透彩 一個sub是清除 那當然這個程式怎麼寫 前面我們有寫過VBA啦 然後 主要是針對有B到E欄 總共有四個欄位 那我要輸出資料 所以你大概以後的概念大概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你跟他講說 我的列是從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應該第2列到第43列 底下應該到第43 藍的話是B藍到E藍 那如果說我將來 希望呢 第一件事先把它清除掉的話 一個個清掉 然後呢再把公式放進來 那該怎麼做 當然我建議寫的方法是這樣 第一個呢你可以先到Visual Basic裡面 那這個是已經寫好的 我把它刪掉好了 我們重新再來過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先把它移除掉 我留下這個好了 我們先寫一個 樂透彩清除 那寫的方法我前面講過啦 當然第1步 你們先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OK 建議是把VBA稍微縮小一點點 放在中間好了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那第2個的話因為剛剛字太小 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盡量把字大概放大到14號字好了 讓他看比較 舒服一點 那因為我們要寫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熱透彩清除 一個熱透彩 那我習慣上是先寫熱透彩清除啦 所以你打一個sub 空一格 熱透彩清除 Enter 他會自動幫你加上刮弧跟Enter sub 那接下來呢 清除比較好寫 你第一個跟他講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你可以打一個for回圈 for i 等於第2列到43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ets 意思就是我從第2列一直到43列這個範圍 那他做什麼呢 幫我把b欄 c到e欄 裡面的資料通通清掉 通通清掉的話你可以打一個sales sales是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第i列 的b欄 所以你打一個b 那記得前後要加算 等於什麼 清除的話是兩個雙女號 表示清除 那這樣的話他就會是 第2b2清掉 b3清掉有沒有 一個一個幫你清空了 那其他cde的話一樣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可以把 這個 這個 層次呢 複製貼到底下 複製貼到底下 那分別呢把bcde 分別貼 OK 然後呢直接改就可以了 這樣會比較簡單 那他就會一個一個 幫你把儲存給 刪掉 那我建議你寫好之後你先不要執行喔 為什麼 因為你執行的話 他沒有辦法復原 那我們待會如果要 寫另外一個按鈕 叫樂透彩的話 那你待會需要把這個公式 其實就貼到雙銀號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待會 如果要寫那個樂透彩 其實只要把這個公式 複製 貼到哪裡呢 雙銀號裡面就可以 所以必然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這個公式 待會只要把它放到 雙銀號裡面的話 雙銀號 那就是樂透彩 所以你就是 b藍是這個 c藍的公式就放這邊 有沒有 d1 另外可能放進來之後 有兩件事要檢查 第一個有沒有雙銀號 不過因為我們用定義名稱 所以不會有那個雙銀號 有沒有還記得嗎 雙銀號變兩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有列號 有沒有 A2 要把它變什麼呢 A2要變I 所以這個2的部分 改成I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法 我前面也講過 你可以把那個口訣背下來 另外如果你假設不知道說 這個2 到底需不需要改 你往下一列就知道了 下一個儲存格 它會變3 3會變4 顯然這個地方 這個數字 要隨著類似 I的變數 而改變 那改的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 你把這個Ctrl C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貼下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把它 清除兩個字刪掉 其實大概就 架構就有了 接下來就是貼公式 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貼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呢 你就把那個I的部分 就是 A2嘛 那當然你不能永遠都A2 你這個地方會要變成下一個變3 下一個變4的話 那必須要隨著I的值 做變化 那一樣 把2選起來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個I OK 然後並且把and前後空白 這個我記得前面好像我們講 蠻多類似的 就是 如何把 一個 這個I的變數 放在 這個 就是我們的 這個 A2的那個2的位置 OK 那這個如果做完之後下一個是 102年 那其實102還記得吧 他其實這兩個只差 這個 這個名稱嘛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跟你把這個公式 一樣複製 然後貼到這邊之後的話呢 只要把開獎101 改成開獎102 這樣就OK了 這樣比較簡單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核氣的話呢 就是把這邊複製之後 然後一樣貼過來 那一樣會有類似的問題 就是B2呢 他會變B3 有沒有 C2會變C3 依次類推 所以這邊會有兩個地方需要變成I 第一個2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一樣啦 你可以選他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或者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直接把剛剛做完的 雙引號到雙引號 這一段複製 然後貼到這個2蓋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貼一次 再貼兩次 選2之後貼上就好了 好那這樣應該OK了 然後再來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排名RANK 把這個公式 複製了取消 一樣貼到這邊來 那他要變的部分呢 應該是這個 D2的2 2 那一樣啊 最簡單的方法是拿這個雙引號到雙引號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來 OK 貼完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 那已經 完成 完成我們要的VBA了 那最後呢再增加兩個按鈕 就可以達到我們要 一鍵完成 四個欄位 的清除 跟四個欄位 再產生 上個 禮拜的公式喔 OK所以喔 請各位先 把上個禮拜的那個部分 先開起來 然後 再來的話一樣喔 開Visual Basic 然後插入一個模組 並且 先打上SUB 額得清楚啦 然後呢 其實 大家不外乎先列嘛 所以以後也許你可以固定一個SOP 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裡面的話就第幾欄到第幾欄 BCDE 等於空的 OK然後 把這一段寫完之後 清除寫完之後再複製貼過來 然後把他的公式 放到這個後面 只需要把他的列 改成R1就可以了 其他都照辦 好了畫面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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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